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8%的速度增长 但是处理的能力远远不够 有一位环保人士叫圣观法师 他把佛教和环保结合起来了 我觉得非常好 但是他接着又说 垃圾处理问题也好 环保问题也好 其实都和政治体制有关 他走到了很多城乡的结合部 那里臭气熏天 他说这些官员急功近利 只想迎合领导的意图 根本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另外还有一条令人感到非常震惊的消息 就是广州翻译发生了孤六十的放射性元素泄露事故 官员悄悄带着家人逃命 而不管老百姓消息泄露了以后 老百姓如梦初醒 然后全城八十万人大逃亡 另外我们来看教育 记者唐七威有一篇报道 说的是河南郑州有一位19岁的高三学生服毒自杀 他留了八页的遗书 他这样写 我曾向往高中生活 想不到要以这种方式结束 看看这所学校成了什么样子 似乎只有两种功能 一是当地政府的形象工程 二是当地强势阶层家庭子女的御用学校 中国人常说师道尊严 但是从这位自杀学生的遗书中看 师道并不尊严 因为老师趋于言覆势 见钱眼开 什么是尊严呢 在他的眼中是前道尊严 官道尊严 还有就是权道尊严 所以这种绝望不仅是对教育和学校的绝望 而是对整个社会的绝望 所以这样的事情引起大家讨论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同时也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的是 这个学生原来学习很好 但是因为交不起考试费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考一个试要交200块钱 这个农村的孩子交不起 所以就缺考 然后就变成慢班 然后上大学可能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教育的腐败的确是危及子孙后代的严重问题 另外我们的记者希望对中国的教育不公问题 有一篇深入报道 中国官方青年报的一份民意调查 有百分之五十六的人认为中国的教育现状越来越不公平 那么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认为越来越公平 所以评论家程晓农说 没有监督 没有问责是教育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所以从一个学生自杀的个案到整个教育深层的体制问题都值得人们去思考 当然要死要活的现象不仅限于教育界了 其他各界各地都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首先我们看运稀强征农田 农民搭窝棚抗争 另外我们的记者丁小从香港发来了一条消息 北京的一个拆迁户叫习新柱 他抵制或者反对强拆自焚 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区 仍然在医院 但是当天下午他的房子还是被拆除了 另外广西贵港有几十个农民工要跳楼讨薪 讨薪为什么要跳楼呢 本来中国有劳动法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都是工农联盟作为政权的基础 但是现在看起来正像这位农民工所标示的 最苦农民工 最累购房人 最黑开发商 难道是开发商最黑吗 北京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说 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下 要解决 拖欠民工薪资的问题 几乎不可能 最黑的恐怕还不是开发商 最黑的是官商勾结 有政府有权力在后面给他撑腰 他才能黑得起来 好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